什么了 谢谢 没事 去哪儿了 该不会真喝醉倒那儿了吧 什么 这不是连着女朋友准备的惊喜现场吧 我是不是走错了 还是先去找安安吧 谢谢 看那一场声大的烟火 从星空划过 映入你的眼中更璀璨 你有种特别魔力 总让我心乱 也让好多事可变得不平凡 住进点点滴滴的喜欢 装进糖果馆 等到那天分给你一半 好心情与你有关 坏天气与你有关 我的世界引擎跟着你变幻 爱与梦与你有关 失眠也与你有关 你是谜题唯一的答案 顾学长 你搞什么啊 我要向你道歉 对不起 这段时间 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因为南宫的到来 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 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 我忘了 你其实一直在做代言主播 对于职场上的关系处理 并不是很擅长 我不应该指责你 你需要时间去学习 而我 是最应该给你实现的人 我也忽略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相遇 但无论在顾家 还是在公司 你都帮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对不起 你可以 原谅我吗 这些气球 都是给你剪的 只要你把它们剪断 放飞 你的不开心 不快乐 生气 愤怒 都会被它们统统带走 牵挤 别告诉它 可眼神难说谎 世界能回答 我的愿望吗 也许失眠 是心动的代价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装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明要不开心 却又放不下 背叻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你 怎么样 你就不开心 飞走了吗 没有 我还生气呢 那就继续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种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对不起 你是坏蛋 你是大坏蛋 你跟别人一起听我 我原谅你的 老大这个认错道歉 求原谅三件道 简直六六六啊 我走了 你别走啊 人家都喝好了 我在这干嘛呢 我还没办事呢 我一会儿还要弄烟花 关灯 开灯 我走了 你自己留在这儿 喂蚊子吧 你怕蚊子咬呀 有我呢 你 你干嘛 你 你拉衣服干什么 披上 所有蚊子都听我的 是吧 你 我 我 你 我不 我 我 你 您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啊 据说这里是观测超级月亮最近的地方 想不到堂堂花言顾总给女生准备惊喜 但很有经验啊 难不成你还有很多经验 是司徒朔帮我准备的 司徒 我们写愿望吧 据说把他们升到空中 离月亮最近的地方 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那我如果要写希望某人从我的生命里消失的愿望 骗你的啦 你以后再这么调皮 看我怎么收拾你 笔呢 写愿望 总要有笔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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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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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了 谢谢 没事 谢谢 没事的 我跟子彪要成真了 这 这一切都是你准备的 这个帐篷也是你亲手搭的 看来你课的CPR要衣帽了 我搭的时候挺结实的 老板 老板娘 安安 老板 老板 对不起啊 你等等我啊 老板娘 有没有受伤 没有 只是 看不成超级月亮了 只能等下次 十八年后 好 那我们就约在十八年后 再一起看 超级月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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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再去散到飞天雨 暗示着火车将一切顺利 需要我的幸运的证明 在开口前预感你会答应 答应我的明天能解释 情绪变动变小谈说的 如果以后出现了彩虹 如果你等在每个路口 也许你早就在那等我 苏妍熙啊 苏妍熙 你该不会是对她